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疫情之下令澳门的就业环境持续变化 劳工局关注居民就业情况 积极推出多项就业对接及辅助措施 例如为应届毕业生推出 迹出前程的实习计划 以及恒常配对、专场配对会等 尽力撤合不同求职者所需 台湾读土木工程系 去年6月毕业 5月左右开始运工 开始上网提及相关资料 刚刚见到劳工局的迹出前程计划 我们觉得这个计划很好 尤其是我们这些海外读书的学生 运工方面会好些 可以更快地融入到澳门的环境 透过迹出前程计划 用实习新去加入这间公司 三个月的实习期 这段期间都在学习 后来就幸好可以在这间公司全班 留在库木部做作为工程师 因为自己始终想做这一行 所以都觉得劳工局 由这个计划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我始终想的工作是在主题公园做地盘集工 做了大半年左右 大半年后因为它那里是员工 公司那边已经做完了 所以不需要我们 我现在是在中国港湾 近百路地盘中核部做集务助理 负责平时的集务 会议室整理 仓库管理之类 我入了这间公司 有两年多 都是经过劳工局转介 对啦 朋友说劳工局那边 找工作快点 在澳门这边找工作不容易 始终通过劳工局那边 转介好点 快点 疫情期间 在这间公司做这么多年 就不需要在疫情期间 做了出来找工作 受疫情影响 劳工局为求职者提供多元的就业措施 除了可以助力居民成功就业 亦都为企业解决人资问题 同时更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 令企业和他的员工有更长远的发展 我们公司很早已经和劳工局 有不同方面的合作 包括人才培训 招聘 和正安件培训等等 都会有比较多一些合作层面 这么多年的合作 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正面的 尤其是在人才配对方面 和一些招聘计划 劳工局的话 就会提供一个比较全面 和系统一些的支援 劳工局其实也有一个 我叫做自己网上应聘 或者配对的一个系统 除了这个系统之外 劳工局其实也都会 在线上线下提供一些实在的支援 包括一些应聘人员的配对 我们都会提出相关的需求 劳工局方面也会有比较积极的回应 按照目前和过往的合作 推荐的人员表现得比较好一些 为保障居民在役下 亦都可以稳定就业 劳工局将继续做好 各个就业支援服务 多管齐下 协助求职者尽快对接就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